线装本的四十本 现在把它印成,你们大家都有了 原本是四十本的线装本 接着我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这个书的原本我已经送给佛陀教育基金会 给他们做底板 这一次印的字就非常清楚 人答很好 但美中不足,我没有在台湾印成平装本 我以为在台湾决定会印精装本 但也算不错了,有这么好的本子 喜欢华严,喜欢读华严,喜欢将来有缘分讲华严经 但这个缘始终未成熟 在台湾讲过一会儿断断续续的 就是因为时时要接受国外的邀请 一出国,港经就终断了 好了,而且时时出国 所以这个经断断续续,我在台北讲了十七年 只是讲了一半而已 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因缘成熟了 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因缘成熟了 我们的心是清静平等的 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缘成熟了 我们都一样这样做 它不是说偏爱某一个地方 我们是平等、慈悲、博爱的 外户这一方一种热成 对待其他远五成熟的地方 同样的是热成外户 绝对没有说是多一分、少一分 决定是没有的 你们诸位同修修学,将来也是这样 一定要建立在清静平等各的基础上 来广演大经 实际说,今天真正能够救这个世间的 是无量寿经和地藏经的 华言的缘非常非常稀有 非常难得,我们可以学习 看将来佛法会兴旺 国家兴旺了,佛法必定会兴旺 佛法再兴旺,我们相信机缘就会很多 到时候要有人宣讲的 我们将华言说一次提供给朱伟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基础 朱伟可以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发挥 来利益一切众生 世尊,祝福这些大菩萨们 我们要有勇气去直下承当 我们也要进入他的法会 也要成为大会里面的一分子 这个就无量功德了 千万不要把自己认造一个爱人 但是,与大会没关系 我们就传错了 这个里面输成的功德利益 你一分都得不到的了 要肯定 认为我是大会的一分子 释迦莫礼分,祝福这些大菩萨 也是祝福我们 我也是诸菩萨之一 就像怀疑经上所说的 烦恼虽然未断,大心众生 就是怀疑的当机者 地藏会上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 我们和菩萨摩萨 也能够亲近 也能够加入他们的团体 定志在王菩萨 百世尊义 合掌恭敬作礼而退 定志在王菩萨 向释迦莫礼法请教 到这个地方圆满了 告退了 告退了 退归自己的座席 再看底下的经文 已是四方天王 驱从座起 合掌恭敬 定志在王 请教完之后 回到座位 又引起四大天王 来 四大天王 他们是一个小团体 从自己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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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大金国 好像在九华山的道场 现在进山门 就有天王殿 这个是大一个建筑物 里面所供养的 就是四大天王 天王殿当中 供养了一尊 魅勒菩萨 魅勒菩萨的造像 现在习惯上 都是做 布代和尚的像 布代和尚 是宋朝人 南宋初年时候的人 在南宋历史上 出了一个 民族英雄 岳菩 中国人差不多 提到岳菩都知道 布代和尚 和岳菩是同时代的人 出现在浙江奉化 这个人很奇特 也没有人知道 他姓什么 他在哪里 没有人知道 就在奉化 这个地区 在那里油化 人呢 又生得很肥 肥肥胖胖 每一天拿一个大布袋 到处去化园 不管人家给他什么 都在布袋里头一放 他背着就走了 所以大家就叫他做布袋和尚 布袋和尚 因此就出了名 他在院籍的时候 向大家说出他的身份 他自己说 他是未立菩萨再来的 说完之后 他就走了 无疾而终的 不是说了还不走的 现在有很多人说 他是什么菩萨佛再来的 说完又不走 布袋和尚 说了就走 以后 以后 我们就知道 他是美立菩萨化身的 从此之后 中国做美立菩萨的长 都做布袋和尚的长 布袋和尚 笑口常开的 真正是教我们 上生欢喜心 教我们皆大欢喜 所以 他那个形象 为人演说 他表演给别人看 那个显示最明显的 真的就是 上生欢喜心 所以有人称他做欢喜佛 他表示的是 生平等心 情喜悦上 平等心在哪里来看呢 任何人供养他的东西 无论贵贱 一律平等的 都是装在袋里头 大部袋装的东西 显示平等 没有分别的 情喜悦上是他的形象 见到善人他欢喜 见到恶人也欢喜 见好事他欢喜 见坏事也欢喜 见坏事也欢喜 传记里面有记载的 有一次有人在路上碰到他 问他 怎样修行 他老人家把包袋在地上一放 两只手摊开 就表示这个 他也没有说话 人家看到这个样子 明白了 这是什么呢 放下嘛 懂得放下 放下之后怎么办呢 就是提起了 走就是这样 所以叫做放得下提得起 放下是什么呢 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提起是什么 上寇佛佛下化众生 梅立菩萨教我们这件事 天王殿旁边供养的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在经典里面都有名号的 东方慈国天王 天王 慈是保持 慈国 是互国 我们今天讲爱国 爱家 爱国 爱乡 东方天王 就代表这个意思 互国 要从互自己的身来做起 我们今天所谓的 自爱自重 自爱自重 就是 护自己 你能护自己 你才能够护家 能护家 你才能够护持社会 能护持社会 你才能护持国家 能护持国家 你才能够护持世界和平 它是表这个意思的 实现的精神 就是负责任 负责尽职 他教我们这个 你要是不负责任 要不能尽你自己的职份 你职责里头 应该要做的事情 你都不肯去做 你怎能够去护国呢 人人能够进责 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工作崗位 我要把我的工作做 我要负责任 我要认真努力去做 这个就是护国 他手上拿的道具 我们现在讲的道具 他拿的是琵琶 也是表发的 绝对不是说 这个天王喜欢唱歌 那你就错了 琵琶是代表中道 我们中国瑜伽讲中用 琵琶是圆乐器 圆松了 它就不响了 紧了 它就断了 一定要教到色中 音色就会好味 这个就是说给我们知道 第二 我们无论对人 对事 对物 一定要行中道 要做到恰到好处 不过分 也不能不及 这个叫行中道 就好像弹琴 就好像弹琴 那样 教这条圆 不能够紧 也不能够松 要教到刚刚好 表这个意思 在现在来讲 中庸之道 在佛法里面来讲 中道大一二体 南方天王 叫增长天王 名号上是增长 增长是什么意思呢 进步 我们的智慧要增长 我们的德行要增长 我们的生活 也要日日提高水平 一切的一切都要求进步 你才知道佛法讲的精进 他求进步 他不会退步 有人曾经跟我说 我们佛法要追上时代 这句话说错了 应当是时代要追上佛法 佛法是领导时代的 那才对 但是今天怎么样呢 今天佛法落在时代的后面 成什么说话 他本来是带头的 现在变成 爆尾 这个大大的颠倒 佛法是领导这个时代指导人生的 我们人生要想得到幸福 家庭要得到美满 事业能够顺利成功 社会长和 国家富强 世界和平 佛法在领导 能够依照佛法所说的原理原则 决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我们不要忘记 清朝初年 这些皇帝 行器用正权弄 那个时候 中国是世界大一强国 而一些帝王用什么东西 来教导大众呢 用无量寿经 来团结全国上下军民一致 清朝这些皇帝 了不起 他用无量寿经 来团结全国上下军民一致 如果这个方法一直延练 清朝不会亡国的 亡国的原因当然很多 但是把这个经典废除了 我们相信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 什么人废除的呢 慈禧太后 大概慈禧太后 听了《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 都是他的毛病 听了不高兴 把他挥除了 误毒了 这个有影响 不能说没有影响 清朝最盛的时候 是以佛法治国的 上下相和和目 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 佛法永远是在求进步 如今也是如此 如今教学说的 九日生 日日生 又日生 他也是日日求进步 佛法 六菠萝蜜里面 精进波萝蜜 哪里会落在人家的后面 哪里有这种道理 南方天望 代表的是进取 奋法 表这个意思 他手上拿的是剑 剑是代表智慧 我们中文俗话说的 快刀斩乱马 就拿这个意思 不是他喜欢武剑 不是的 是表智慧 唯有高度的智慧 才能够带动真正的幸福美门 这个是南方天王 西方天王叫广木 好 梵语的名称也翻作杂语 西方天王很会讲话的 他能够讲种种不同的语言 我们今天讲的 语言天才 广木 北方天王叫多汶 这两个天王是表什么呢 表方法的 前面两位天王是表目标的 我们的目标是要 是要护士国家 是要有高度的智慧 日日求进步 西方天王在方法上 如何能够达到前面两个目标 那你就要多看 多学习 现在我们讲的观光考察 观光考察 西方天王领队 许大头 许教我们多看 北方天王教我们多听 多听听其他人的 在这里吸取经验教训 射人之短 取人之长 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国家 那我们不是就变成大一吗 现在的科技 我听说 在我们中国 VCD很普遍 外国刚刚发明了不普遍 中国普遍 什么道理呢 就是天王他们的意思 我们要后来居上 我们今天学科学技术 一定是学最进步的 不会去学旧的 我们今天要做一架飞机 一定是做最好的 别人的东西 和产品拿来 找它的缺点 我们再把它改进 我们做的比它更好 决定不去再做 一百多年前 刚刚才发明那些小飞机 从那里做起 那不是叫傻瓜吗 那就是如痴之人 所以必定是在人家已经成就的基础上 再把它改它的缺点 改进 改了它的缺点 我们就更进步 比它重要进步 这个是教你多看 广目是多看 天王手上拿的是龙 或者是蛇 龙和蛇是什么意思呢 表变化 今天科技日生月移 龙和蛇都是善变的 意思就是说给你们知道 社会非常复杂 变化猛攻 你要仔细去观察 在变化当中 你能够掌握到不变的 你就有成就 一个手拿着的蛇 蛇是表不变 不变 龙是会变的 蛇不变的 无量变化当中 掌握着不变的原理原则 西方天王交给我们的 能够有语言天才 通突各种语言 就可以和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种族 在文化技术科技上的交流 这样才能做得圆满 北方天王多汶 广目天王教给我们的是现在的 教我们到处参访 到处看 去学习 北方天王多汶 是树的 是树的 可以的 我们常讲 读漫经书 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 是华的 读漫经书 是树的 我们要吸收历史的教训 要接受古人的智慧经验 医住这个基础 我们要再发扬光大 这是四大天王教给我们的 我们不能把他当作普通的神明来看待 那就全都错了 接受四大天王的教训 教诲 他手上拿的是 傘 傘 傘是什么呢 防止污染 在古时候 污染还没有那么严重 还不太严重 他的傘是收起来的 现在我要做四大天王的仗 多汶天王的傘 我一定被他参开来 因为现在的严重 污染太严重了 他是防止污染的 防止在这么复杂的社会 他知道污染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 思想的污染 见解的污染 精神的污染 心理的污染 心理的污染 不得了啊 几千年前 佛经里面就提倡 环保了 现在说环保 环保就是防止污染 诸位想一想 佛法的教学 是多么高明 几千年前 佛法就运用艺术 来表达他的教义 非常可惜 近代把他当作宗教 把这些表法的意趣 都当作神明利 看待 只知道 烧香莫拜 许愿哀求 那什么用处都没有 你求佛菩萨保佑 佛菩萨真的保佑你吗 哪里有这种道理啊 佛菩萨保佑是教导你 你明白了 你接受了 那就真的得到他的保护 他的保护是教学来的 不是其他 我们不能够把他想错了 这个是四大天王 在这里略为和朱卫做一个介绍 我们要认识他 我们要了解他 我们听到他的名号 见到他的形象 才真正得到利益 所以天王殿要上这样的一堂课 给我们了解这些大道理 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 自己应该怎么去做 使到自己个人得到幸福 家庭得到美满 事业能够成功 社会安定 社会安定 繁荣 国家富强 天下太平 四天王教我们这些大道理 教我们好好的方法 决定不迷信 请看底下的经文 百佛言 他们先致敬 致敬之后就和佛提出报告了 世尊 地藏菩萨九怨劫来 发如是大怨 混河至今又到未绝 更发广大誓言 唯愿世尊 唯我等说 他们提出问题 这个问题相信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问题 地藏菩萨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九怨劫是没有法子去计算的 什么人也计不出来的 于佛如来一切来计算 也计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至性本具的德能 至性本具无始无终 哪里会有始终呢 无始无终 才是真正是九怨劫来的真实义 无间断重复的法愿 这个是教我们 坏什么呢 法译经上讲得很好 厌佛提众生 性息无定 他们很健忘 今天发了 早晨发了 晚上就不记得了 快到不得了 甚至在佛菩萨面前发愿 头三个头之后 出了大殿门就不记得了 这个就是性式无定 贪心痴迷不得了 贪心痴迷不得了 为什么不得了 日日发 事事发 所以他脱不得 更好实 地藏菩萨先给我们看 如何把贪心痴 转变成为三得 不得了 那也要加强分责了 不断的发愿就是分责 日日发愿 日日早晚都发愿 养成了一个习惯 起心动念 是愿力 而不再做罪业了 对着厌佛提众生 这个病痛 这是一副一副非常有效的药法 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 我们要学地藏菩萨 日日要发愿 我们日日的愿 每一日 发的众生无边世愿道 岂不是 一出大殿 就忘记了 说什么是这样的呢 有口无心 烦恼的分责 太久了 正是无量劫力 我们受烦恼的分责 现在一下子 问佛法 忠然过世有缩根 缘不足 还是恶缘多 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 统统都是恶缘 恶缘引起探亲痴慢 没有善缘把你四宏誓愿引发出来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记得干干干净净 不学地藏菩萨这个办法 怎能成就呢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 不断发言的重要性 不断发言意义之所在 四天王既然有疑问 有其请 佛必定为他开示的 请看经文 佛告四天王 善哉善哉 这是两个赞叹 佛说法 佛说法 字字句句都含意深远的 大一个善哉 是赞叹他 问得好 你乐有情问 大一个善哉呢 他们是护世的 护法神 不论世人学佛 不学佛 不论世人 是善人 是恶人 是恶人 是行善 是造恶 他都护持的 恶人造恶 是愚未无知 如果不得到这些护法神的护持 他堕落得更苦 他所受的恶暴 不是眼前这个状况 换句话说 护法神已经帮他减减了减了 世间人并不知道 也不知道感恩 还要翻过头来说他是迷信 可是护法神不会见怪你 说是什么呢 你愚痴 你没有了解的事实真信 你果然了解事实真信 你决定不会是这个说法 他知道 如果说是护法神讲 一些愚痴的人 毁谤他 侮辱他 伤害他 破坏他的形象 伤害他 他不见怪 他如果见怪 他是凡夫 和一般犯人一般的见识 他有智慧 他们都是菩萨示现 的 示现天王身 本经里面讲的得很多 还有很多佛菩萨示现鬼神身 在鬼道里面 在地狱道里面 去度众生 越是苦难苦老的众生 诸佛菩萨对他 越慈悲 越是要去帮助他 好有耐心的 等他回头 等他觉悟 没有回头没有觉悟的时候 让他做种种的真相缘 你诱导他 你启发他 无论是直接的 是间接的 是显著的 还是不显著的 才看到真正的慈悲 这个叫大慈悲心 所以两个赞叹 意义好心 吾金为语 佛讲了 我今天为你 为你来讲 给未来现在天人 中等 港利益故 今天你启请 你来问 为你讲 同事 同事 亦是为未来现在天人大众 未来现在天人大众 涵盖 涵盖尽虚空遍法界 所有一切 诸佛国土里面 六道众生 都抛阔仔里头 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 娑婆世界 港利益故 港大的利益 这个不是小利益 大利益 雪地藏菩萨 于疏破世界 厌佛提来 生死道中 慈哀救拔 杜脱一切 罪苦众生 方便之事 你问 我就跟你讲 讲 讲 哪里能讲得完 讲不完 地藏菩萨 到众生的事 讲不尽 佛讲 只是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讲 希望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当中 细细思维 然后能够体会到 菩萨道众生的愿力 菩萨道众生的善巧方便 真正是不可思议 你想得越多 越清楚 越透彻 你对菩萨的恭敬心 越增长 效法菩萨的心愿 越真实 你不了解 你的敬意 怎样会生得起来 不可能的 只有真的认识它 真的了解它 那那个恭敬心 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 凡夫做不到的 凡夫说老实话 都一个人 连外表都看不清楚 他怎能够理解呀 凡夫是肉眼 肉眼很逗丽的 菩萨有天眼 那个比我们高明得多了 天眼是 起心动念 他都能看得到 我们看凡夫 起心动念 我们看不到 好像这些大权善的 那就更殊性了 他们所聚足的五眼 十眼都聚足 他们有胃颜 他们有痣眼 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所以 真诚的恭敬心 就由焰而生了 我们学佛 契入这个境界 世间人看不起 不足以为怪 不可以和他们计较 谁尊重你呢 诸佛如来 菩萨 这些善神 他们恭敬你 他们清楚 你有一个真正的善心 也不用到处宣扬 我的心是怎样真 怎样善不怎样好 你怎样说 人家听起来都是假的 谁相信你呀 谁知道你全系的是什么心 但是佛菩萨知道的 天龙鬼神知道的 世间人不知道 侮辱你 毁谤你 是正常的 一点都不稀奇 他是犯夫来的 经常说 他是可怜敏者 你怎样可以和他们计较 你和他们计较 那你的慈悲 一点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明白 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的真相 自己应该认真 好好地老老实实地去修学 世间人 赞叹你也好 毁谤你也好 都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他赞叹你 他没有见到你 内心里面真实的德能 那个赞叹不可靠的 他毁谤你 他也没有看到你 内心里面的造作 那个毁谤也是假的 而诸佛来的赞叹 那是真的 这个一点都不假 好像世尊 在本经里面 赞叹地壮菩萨 那是真的 那一点都不假 他做的是广利益 地壮菩萨在娑婆世界厌佛题内 特别指我们这个地区 以此为例 他在这个地区生死道中 生死道就是六道轮回了 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 他用的是什么心呢 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慈爱救拔 慈是大慈悲 这个是说他的心 心 在清静平等心里面 生起的大慈悲 这个大慈悲 叫清静的慈悲 平等的慈悲 救拔 救拔 是他的慈悲 他在这里做这些什么事 他是做救济的慈悲 我们今天讲的慈善福利的事业 去做这些事 八是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 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 慈悲心 是动力 菩萨从事这个工作 没有报仇的 世间人做事 不为命 总是为你 不要报仇 不为你 也没有一个人赞叹他 也没有一个人奖励他 他不要名 套离天空大会 佛赞叹他 除佛之外 谁赞叹他 为什么没有人赞叹他 他的心 他的幸 没有人知道 但是诸佛如来知道 诸佛如来尊敬赞叹 赞叹他的发心 赞叹他的事业 下面一句 道脱一切 道脱一切罪苦众生 方便之事 这是举几个例子来说 他做了一些什么 救拔众生的事 道脱 这两个字 我们要明白他的意思 是 佛家上讲道众生 现在人对道很含糊 什么叫道 用现在的话来说 帮助一切众生 关怀众生 关怀众生 外护众生 全心全力地去帮助他们 解除他们的困难 这些一切受罪受苦的众生 这个叫受暴 果暴在哪里来 要把因解除 主委要知道 果上是没办法的 要在恩上落手 罪苦都是恶恩造成的 要想在罪苦里面脱离 一定要收善恩 心行善了 恶到自然就出去了 菩萨到众生 还是教学来的 众生听了觉悟肯接受肯回头 他就从六道出来了 他又听了怀疑不能接受 要说未必可靠 未必是真的 那还是继续受苦 哪一日接受了 哪一日明白了 他才能够真正脱苦 所以地藏菩萨和佛陀一样 从事于义务的社会教学的工作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又说到这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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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